上次说到黑社会大哥,王荣海这边手下不听话,这边闹烟恶子,你看情况不对,还想带着情人跑路,不过刑警队长严海东这边早已经盯上了这个货,这不,二维兹票还没来得及买,这警察就围了上去,这属实跑都没地方跑,只能是被抓了,这可是王荣海的手下或许就能从他嘴里,搞到王荣海犯罪证据,怪不得王荣海要干掉这个二维兹,他这嘴属实是太碎了,没说几句话就全疗了,还说出了一个王荣海之前的名字。 你怎么想知道什么吧,我说,去年四月二十八号,在中山路上,又一会儿人封路玩赛车,这件事情,你在不在乘,李诗达这次风头可出大了,听说要跟市长一起剪菜,别看他修了个中山路,你骑一根菜是吗,不就修条路,这风头不能让他一个人都占了,我们得给他弄出点动静的,大动静,这次,你怎么想知道什么吧,我说,去年四月二十八号,在中山路上,又一会儿人封路玩赛车,这件事情,你在不在乘,李诗达这次风头可出大了,听说要跟市长一起剪菜,别看他修了个中山路,你骑一根 这次闹事性质可是极度恶劣,光天化日,擅自封大马路比赛车,谁有这么大的权力,可那时候王荣海却敢这样做,这还没完,这才只是刚开始,二维斯这边可以说是把王荣海的事情大多数都吐了出来,这可不是开玩笑的,这就是定罪的关键,这边,严海东知道了这个情况,差点没把桌子拍揽,自己管辖的地方,黑游势力竟然这么猖獗,是可忍,孰不可忍,下了死命令,先把王荣海手下抓了,赵安再动王荣海, 这次就是让他们有来无回,字里行间透露出,严海东整治这帮人的决心,说干就干,这边警察来抓王荣海手下王伟,王荣海可是个老滑头,一句他已经辞职了,就搪搜过去,属实是把警察当傻子,警察一走,王荣海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,打了秘密电话,满眼睛里面都是杀机,王伟这边知道麻烦大了,一致赶紧匆忙跑路,这时候再跑恐怕是有点晚了吧,不过没有办法,二维斯已经被警察盯上了,他不走, 王荣海的危险就大了,警察这边也是深深来迟,来到王伟家里面,家里只剩了王伟他爹,真是傻爹教授傻儿子,这个爹也是个狗屁高耀,满嘴油腔滑掉的,这事情就算是告一段落了,王伟这小子跑得太快了,警察这边也是没能追到,暂时也是搁置了这个抓捕计划,再来说说李诗达这边,李诗达这边本来已经够退让了, 可是王荣海这边却是不领情,原因就是采石厂的石料输出,王荣海不买李诗达的石头,这下造成的经济损失太大了,李诗达只有单独的约王荣海了,王荣海这个人可不是吃干饭的,明明知道李诗达要来说石头的事情,在李诗达到来之前,就先跟别人签好合同,这完全就是想要打李诗达的脸,这不大佬的谈判又开始了, 这次明显是王荣海占优势,这态势属实都变得有意思了,李诗达也是开门见山,我把工程让给你的时候了,你答应了我,用我们石头的石头,你那石头太贵了,我进不起,国内用反击破设备出的石头,我那价不够,我就懂得做生意得核算成本,王荣海你知道我是谁,李诗达呀,两人这算是闹掰了,李诗达吃了闭门, 六亿的工程让出去了,现在又被王荣海给羞辱了,李诗达这次生气了,这次非要好好整整这个王荣海,李诗达直接就来到了政府部门了,这次来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告王荣海的招,首先就是石头石料的超载,再有就是石料的质量,完全就是偷工减料不达标,这可是建设政府的高速公路,这上面如果偷奸耍华,这严重性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,这个李诗达属实是有头脑,现在这黑社会不是靠蛮力,不是靠手下的, 多少人,而是靠手里有多少政治资源,这才是算本事,这件事情李诗达亲自出马,很快就有了消息,王荣海这边很快就有了报应,自己手下这超载严重,加上石料质量不符合,国家把款项给停了,这可不是开玩笑的,这纯属就是自作自受,李诗达这边可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气,之前好好地跟他说王荣海不领情, 这下战局反了过来,李诗达真狠 价格直接分了两倍,怀音刚落,王荣海这边就打了电话,这局面变得有意思了,这俩还会剁出什么有意思的事情,我们下集拭目以待,喜欢的记得点赞加关注哦